深夜暗向,这个残疾女孩被三个男人拉进死胡同 她拼命挣扎反抗,却被眼前的男人两拳打晕 随后,凝笑着拽掉她的衣物 天亮后,女孩一蹴一拐地进入警局报案 痛苦地朝着警察陈述昨晚的遭遇 可这个警察,看他连句话都讲不明白 十分不耐烦地让他写下身份信息登记完事 女孩名叫志恩 此事,尽管心头充斥着害怕和无助 还是伸出紧握的拳头 将自己拿到的证据放在警察面前 求他帮帮自己 但这个警察接过证据的同时 看到他身下的衣物,便不屑地笑了 大半夜,穿这么清凉出门 难道不是上赶着,让人起色心? 文言,志恩震惊地看着面前的警察 方才努力说出自己的遭遇 已经用尽了他全部的勇气 此刻,再遭受警察的羞辱 他再也承受不住 转身跌跌转转地从警察局离开 但悲惨的事情就在此时再次发生了 志恩回到家,便看到对自己施暴的凶手之一 正光明正大地坐在他的床上 事发当时,大强抢走了志恩的身份证 他此刻便是根据上面的信息找到这里 见状,志恩转身就想跑 大强反手就将志恩扔在床上 并堵住了他的嘴 随后一把拽下他的衣物 叫行不轨之事 志恩慌乱之下摸到床头的玻璃奖杯 拿起就朝着大强的脑袋砸去 大强的脑袋瞬间血流不止 可尽管这样 他喘息了一瞬 便再次起身 把志恩拖到跟前 志恩当即抓起手边一块玻璃 抬手甩到男人的大动脉 一事件 大强搏前鲜血喷涌 随即倒在志恩脚下 一夕就见 志恩平静的生活被无情打破 他浑身冰冷地蜷缩在浴缸里 非有水流冲去自己身上的血迹 随后 他的大门被敲响 门外是女警小美 小美回到警局 听到男警的所作所为之后 直接大骂他畜生 并将案子接了过来 要为志恩找到凶手 可此时 志恩家中躺着一名男士 尽管他痛苦委屈 也已经对警察失望透顶 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直接关上了房门 隔天一早 志恩浑浑噩噩噩地回到工厂上班 而小美却再次找上门来 小美对志恩的案子十分关注 看言 志恩和自己的妹妹很像 希望能帮到她 志恩从小美的眼中看到了真诚 虽然仍旧没有松口 但小美看到她态度的软化 便主动请志恩吃饭 哪怕不为案子 志恩见状 小心地在饭桌上 喝了小美正当防卫的法律范畴 得知 按照韩国法律 她杀害大前的行为 完全不能按照正当防卫来算 志恩的心脏 瞬间沉到谷底 警察和法律都不愿意帮助她 志恩当即放弃了自首 回到家中 她将房间里的尸体肢解 动入冰箱 并趁着夜色 分皮将其抛到野外 恰好这时 南京大黑找上门来 刚好撞到隔壁邻居 得知那晚志恩房间里 有男人留宿之后 笑得一脸阴险 大黑此刻正在被高利贷缠身 肩壮便动了歪心思 直接将出门抛尸的志恩 堵在小巷中 这个残疾女孩太惨了 不但被三个人渣 轮番玷污 还反被警察栽造 骂她不要脸 此刻甚至将她堵在小巷中 勒索要钱 忽然就告她报假案 志恩被眼前的警察如此重伤 志恩之下 转身就要离开 可推仓之间 手里的袋子突然掉在地上 警察蹲下打开一看 里面赫然是一对残肢断手 她当即被吓得连退好几步 志恩见事情暴露 惊慌之下转身就跑 可她一个女孩 哪里跑得过一名 经过专业训练的警察 没过多久 就被大黑追到 大黑直接将志恩打翻在地 先翻一半 不断朝着她拳打脚踢 志恩蜷缩着 疼痛的身体不断挣扎 面对从开始 就对自己充满恶意的黑警 他不甘心束手就擒 反手便将她一拳打倒 可很快便遭遇了新一轮的折磨 随着大雨不断落下 这男人还要朝自己施暴 志恩质望地摸到大黑掉落在地上的枪 并直接朝着她抠下扳机 大黑见状却叫嚣得更猛烈 志恩眼神一变 直接一枪射中大黑的心脏 他曾经是一位射击运动员 百发百中 没想到一手功夫 却被用在杀人之时 看着大黑倒地死亡 志恩在大雨中 无助地大哭 但没人能帮到他 他一度绝望地举起手相 又引淡自尽 可是遭受了这样的恶行 他怎么甘心就这般死去 大黑死了 身上的枪也不翼而飞 这个谋杀案最终对警方定性为黑帮复仇 没有人注意到大黑曾经和志恩有过接触 更没有人怀疑 这个口不能言的女孩 会杀害一名强壮的男性警察 连杀两人之后 志恩渐渐平静下来 不再恐惧 甚至对冰箱里还未丢出的尸块 都已没了后怕 晚上 志恩接到了女警小美的电话 小美情绪似乎有些失控 没等志恩回应 连像谈心一般 提起了和志恩相向的妹妹 她曾经因为工作 疏忽了妹妹 导致她遭受伤害 至今不会说话 她仿佛在志恩身上 看到了当年的妹妹 她想弥补 却始终找不到方向 在这个事业里 志恩被小美的话触动 隔天终于鼓起勇气 去警局立案 可就在她填写资料的时候 让志恩含恨的一幕发生了 曾经凌辱她的两个男人 赫然就在警察刚抓的人犯之中 看到他们毫发无伤 志恩始终也不能寐 隔天 看到两个男人安然无恙 被警局释放 志恩满心的恨意汹涌 她紧握着双手 跟在两个男人身后 这一刻她不再是那晚 柔弱无助的女孩 也无所畏惧 既然警局不能为她主持公道 法律不能还她清白 那志心人就用她亲手解决 于此同时 志恩抛在野外的尸体 被警方发现 她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回头 父母已经在车祸中双双死亡 在这个世界上 一掀挂的便是闺蜜小仙 回到工厂 志恩听到胖姐要把小仙 送上领导的床 志恩眼神阴冷的隔肩走出 抬手便啪啪给了胖姐两巴掌 打得她当场盘谋倒树 丝毫不敢还手 随后到了住处 看到小仙的男友 手掌带血的从家中走出 意识到什么 志恩迅速闯入小仙家中查看 只见小仙回身是血的 躺在房间中央 显然已经中毒昏迷 志恩崩溃大哭的 要打急救电话 可他口不能言 打通之后 连一句流利的求救 都说不出来 最终 他只能背着小仙 徒步把她送到医院 看着小仙脱离危险 志恩悲伤的把自己埋在水底 这个世界 处处都对他充满了恶意 想到重伤躺在床上的小仙 和自己暗无天人的未来 志恩带着箱再次上路来 当晚 小仙的男友家暴男 坐在车库外抽烟 突然听到自己的汽车报警 走近一看 汽车挡风玻璃上 赫然出现一个大洞 而志恩就站在车旁 家暴男甩手就大骂出声 声称要把志恩的脑袋 也砸出一个窟窿来 可很明显 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 下一秒 枪声响起 家暴男为志恩一枪爆头 当场死在车库 看到同样的一枪致命 警方猜测对方应该是个神枪手 也很快查案 查到家暴男的女友小仙身上 得知小仙和志恩 在一个纺织上工作 小美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因为资料显示 志恩就是一个优秀的射击运动员 而家暴男死亡前 刚刚殴打了他的好友小仙 小美回到警局后 收到了志恩的包裹 包裹里是他亲手设计的动漫人物 希望他的妹妹能早日康复 游击完包裹 和给过自己温暖的小美告别之后 志恩当晚再次出发了 抬手按了门铃 确定渣男圣云就住在这个房间 随即再次折返 悄无声息地低枪进入 这个女人只身闯入渣男的家 不懂他求饶 抬手便一枪击中命门 眼神很利果决 看着男人躺在求饶 打滚直道歉 女人问他为什么说对不起 他却说 请黑老大放过自己 志恩讽刺一笑 原来他连自己凌辱过的女人都不记得 随即再次提香 抬手便将他一枪爆头 轮抱志恩的人有三个 此刻已经被他解决了两个 志恩坐在浴缸里 人由冰水浇下来 默默地计算着 现在还剩最后一个 与此同时 志恩曾经留在警察局中的 毛发鉴定结果终于出来 小美一看 只觉得寒毛倒数 这个毛发的主人 也然就是刚刚死亡的渣男圣云 而另一边 警察大名无意间 看到志恩赠予小美的漫画 上面写着8087的字样 大名觉得眼熟 便顺手打电话查了查 这么一查发现 这竟然是丢失那把枪支的序列号 得到这些线索 小美只觉得心情不已 她当即赶往志恩家中 志恩此时不在 小美发现了她放在书桌上的日记本 日记本中赫然记载着志恩 这些天是如何遭受野兽的吞食 怎么和这残酷的世界抗争 怎么一步步亲手手刃渣男 看完这些之后 小美突然被人打晕在地 醒来时 面前站着的 艳然是志恩 她看着志恩手中的左轮手枪 哭着劝说她 别再往前走 可志恩自知已经回不去 也没有任何人能帮到她 她伸手 不要贴上小美的嘴巴 小美为了挽回志恩 在最后一刻 说出了自己妹妹的遭遇 小美妹妹上中学那会儿 就遭遇了渣男 那一次之后 便再也没有开过口 志恩看着小美 声力俱下的讲述 妹妹的遭遇 真军中夹杂着悲哀 但她最终还是将小美的嘴巴封上 转身 消失在黑夜中 志恩最终 来到了一家夜总会 前台 是玷污过她的渣男之一 黄毛 而包厢内 俨然是强迫过好友 小贤的领导 韦索男 她把这一趟定为 自己生命的终点 进入房间后 看到正在吸粉的韦索男 志恩拉上左轮的保险 对其命门 是一枪 韦索男捂着裆布 在包厢中不断惨叫 听见动静 黄毛快速赶到包厢 只见志恩提枪 站在包厢中间 黄毛转身就想跑 志恩对着她 并又是一枪 看着欺负过自己的人 一个一个死去 志恩眼神中全是冷漠 随后警察赶来 小美为了卸下她的防备 让所有警察都把枪放下 看到唯一温暖过自己的小美 志恩声泪俱下 拿着枪对准自己的脖子 小美连连说不 哽咽着开口 替志恩不公 让她不能就这样死去 她应该黄下来告诉这个事件 自己是多么委屈 多么憋屈 死了只会让那些坏人得吵 听了小美一几句 感同身受的话 志恩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枪 可这个世界 对志恩的恶意 依旧没有停止 就在小美 要拥抱志恩给她安慰的时候 身后的黄毛 突然朝着志恩举起了枪 打中志恩之后 又装模作样的喊疼 想要以正当防卫 掩盖自己的恶行 小美看着志恩在自己面前倒下 她宁愿方才志恩 没有听到自己的劝说 拿着那把枪 杀过黄毛等人 她满腔恨意的 一向射中黄毛 可即使这样 志恩依旧被医生 判定了脑死亡 事实上 志恩早已知道自己 命不久矣 她将自己这些年 所有的积蓄 都留给了好友小仙 临死之前 帮她解决身边 所有的潜在威胁 还给小美寄了礼物 希望她的妹妹 能恢复健康 就是这样善良的女孩 不断遭受这世界 对她的恶意 甚至在她死了之后 还要被迫 将肝脏捐赠给 重伤自己的黄毛 得知这个事实后 小美再也无法忍受 这个荒唐的世界 艳丽 她将病房反锁 猫着被停止 被定罪的风险 将志恩的呼吸器拔掉 亲自送志恩离开 守护着女孩最后的安宁